欢迎来到美厅 晚年不想有病,记住这22点,建议收藏 晚年不想有病,不想有烦恼,记住这22点就够了,一起来看 1.睡得早一点 晚上熬夜,其实就是在折磨你的身体,会让你的血压和胆固醇升高 这些都会给你心脏带来健康风险,所以中老年人一定要早睡 2.动作慢一点 人到老年,反应、思维、动作、语言功能有所减弱,所以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记住慢一点 起床慢一点,吃饭慢一点,说话慢一点,走路慢一点,以免发生意外,给自己和家人留下永久的遗憾 3.食量减一点 要想身体好,顿顿七分饱,中老年人的消化能力下降,若吃得过饱,食物不能被全部消化,容易感到不适 4.吃得杂一点 要做到科学饮食,还要食物种类还要丰富一点,荤素均衡搭配,粗细粮也有吃一些,保证身体所需的各种营养充足 5.晚餐早一点 有研究显示,睡前两小时,或是晚上七点后进食,会导致心梗,脑梗都高发 6.食物温一点 吃过冷或过烫的食物,都会对消化道产生刺激 因此,中老年人,饮食要注意温度适宜,保持食物的天然口味,从而使老年人食欲旺盛 7.水喝多一点 每天喝8杯水,一杯250毫升到300毫升,已是一个公认的健康观点 老年人,如果不经常喝水,容易血粘稠,血脂高,最终引起高血压等一系列疾病 8.盐吃少一点 流行病学调查表明,纳盐摄入量与高血压发病成正比相关 即纳盐吃得越多,高血压的发病率就越高,而高血压又是心、脑、肾等重要脏气疾病最危险的因素 9.运动多一点 运动能给人以健康的身体和良好的心态,让身心都永远年轻 9.久坐容易使肌肉衰退与萎缩,因此老年人忌讳久坐不动,应多走路,勤活动才是健康之道 10.心放宽一点 人活着,没必要凡事都争个明白 争的是礼,输的是情,伤的是自己 放下自己的固执己见,宽心做人,多一份平和,多一点温暖,生活才有阳光 11.浪漫有一点 老伴是你的旅伴,天荒地老,侄子之手,就像一对长途跋涉的游人在慢慢地爬向山峰的顶点 因此,好好爱你的老伴,千万不要因为子女、孙子而忽略了那个陪伴你一生的人 更要和老伴做一些浪漫的事 比如过纪念日互赠礼物,每月享受一顿烛光晚餐 12.名利淡一点 名利是身外之物,都已经年过六十的人了,要学会看淡 与其追求虚无的名利,不如去追求快乐来的实在和舒心 胸怀淡薄人长寿,心平气合体健康 淡薄是固守自己的所得,珍惜自己的幸福,与世无争,简单而又快乐 13.知足会一点 知足的人虽然睡在地上,如处在天堂一样 不知足的人即使身在天堂,也像处于地狱一般 人生,心灵富有最重要,知足而能自在付出,就是真正的富有宽心 14.年龄旺一点 岁数大了不是本钱,这年头什么都值些钱,就是岁数不值钱 心里面千万不要有那么多的应该或者不应该 15.闲事少观点 少去管闲事,特别是家中的闲事 孙辈的教育是子女们的事,不是你的责任 如今都是奥特曼徽太郎年代了 你还在讲从前有座山,山上有个庙,那才叫做毁人不倦 16.凡事看开点 生活中难免出现忧愁 只要你保持乐观的心态,拥有豁达的心境 凡事看开一点,忧愁即会烟消云散 遇到紧急之事,要淡定 遇到为难之事,要清醒 遇到气氛之事,要想得开放的下 不生气,不找气,不发火,不急躁 17.朋友交一点 老同学,老朋友的见面机会要把握 要珍惜老兄弟,老朋友的情分,有闲喝喝茶,无事聊聊天 也不要错过结交志趣相投的新朋友的机会 因为友情是最可靠的吉祥鸟 18.微笑多一点 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 笑容是最好的保养品,是最便宜的动灵秘方 微笑也好,哈哈大笑也好 精彩的人生,总有精彩的理由 笑到最后的,才会笑得最甜 19.爱好广一点 拥有广泛的兴趣爱好 能够帮助你在平淡无奇的生活中找到乐趣 书画琴棋,太极拳,广场舞 你完全可以自得其乐 寻觅一块可以寄情快乐的原地 栽下属于自己的风景 20.打扮美一点 适当讲究穿衣打扮 能给中老年人的生命带来活力 从而产生一种积极向上的自我感觉 我并不老,我还年轻 这种心情也有利于健康长寿 21.旅游来一点 对于老年人来说 旅游也是一种积极养老的好方式 可以游玩下美丽的景点 散散心,为生活增添新的乐趣 为自己增加青春活力 赏景的心情与居家过日子截然不同 精神的放松,心态的放松 也有益于身心的调养 22.老年潇洒点 潇洒是一种与世无争的大度 淡看过往,笑看今朝 静观花开花落,云卷云疏的惬意 潇洒是干自己喜欢的事 走自己喜欢的路 做自己喜欢做的人 放飞自己的心灵 让心底无拘无束 自由自在 其实,幸福,健康和快乐 就是一点加一点 记住这些快乐多一点 健康多一点 寿命长一点 订阅美听 我在这里祝你生活愉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